那這怎麼做 其實這個方法當然 可能看你的規則 第一個方法是用EAR函數 所以在年年地方插入函數 再利用日期時間裡面的EAR EAR在選取這個日期給他 那EAR函數是抓什麼 抓日期裡面的年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以後要抓 日期格式比較麻煩 他一定是年月日 三個要分開來 他等於是一個儲存格裡面會有三個資料 年月日 如果你要分別帶出來的話 就EAR MONTH DAY 三個函數 OK 那我們用EAR 按確定他會回來什麼 2017 那我要 減掉他的生日的年的話 特別是你要把前面四個他的生日 減下來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EAR這個公式 再一樣Ctrl C 然後呢 先輸入個減 輸入個減之後的話貼到後面 因為 再把F2怎麼樣 改成那個什麼呢 他的生日就是在C5的位置 打勾 OK 90歲 這種算法呢 是沒有精確到月跟日 所以 也許啦 不過看邏輯 有些 公式是 反正就是年到就OK 有一些是要精確 如果要精確的話 用這個公式當然是不OK 你可能要用另外的含數叫Dedif 那我們先把這個先 那向下填滿的話當然 就是把F2的2 先鎖起來 因為等一下我要向下填滿 那今天日期不能動啦 所以向下填滿 他的劣號會增加 2會變3 3會變4 所以 我要把 2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打勾 向下填滿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算出 他的年齡了 然後 那這個是 但是